焦点转合国内继续要告诉您 国内剧场界的名人 屏风表演班的艺术总监李国修 今天证实 他在去年三月发现罹患了大肠癌第三期 而日前在复检的时候更发现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 因此他今天正式宣布要占别舞台 下个月还要再动手术 希望能够重获健康 屏风表演班的艺术总监李国修 带着妻子王岳和子弟兵 以羡慕的方式宣布要证实离开他最爱的戏剧 在去年三月罹患大肠癌三期后 李国修原本选择不公开低调养病 没想到今年十二月初却发现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 现在他则坦然证实离癌的消息 我第一次在大肠癌手术之后 我跟王岳说我要去当兵了 因为当兵对一个男孩子来讲是一个未知 他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或是冒险的一个情境 我不知道 而这一次呢因为肝转移 我觉得我跟王岳说我要再去当兵了 而这一次呢运气不太好抽到金麻将 尽管遭病魔缠身 李国修态度依旧乐观 也有信心能够度过这一场经历 陪伴在李国修身旁的妻子以及众多子弟兵还是止不住泪水 因为集结于编导演于一身的李国修 不仅开创多元的戏剧风貌 更开启了许多演员的表演之路 让他们相当感念 常年为戏剧奔波的李国修为了重拾健康 明年一月加演的舞台剧也全部取消 希望能够好好养病早点重返舞台 有一天我一定会再度回到我最爱的戏剧舞台 介藏英磊琪调报道